你好,我是小年 32年前就有一部动画预测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日 并且完美预测到它不能如期举行 只因为在2020年会有大灾难的情况出现 它的名字叫做阿基拉 这部动画后资十亿日元打造 几乎可以称为地表最强省座 谁到至今都无法复刻 那么它到底讲了什么 不妨那我们来看看吧 故事的开始是1988年的东京 没有人会想到繁华的东京 会在开场不到20秒就被移为平地 之后的青东京就建造在老东京旁边 而这已经是31年后了 也就是2019年 繁华的东京重新建造 并且取得了202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虽然青东京看起来依然繁华 不过内部问题却相当严重 因为反动势力层促不穷 这个时代年轻人都在不务正业 整体沉迷在灯红九日之中 迷茫的生活似乎让他们学会了如何错误的逃避现实 在这里你除了能够见到暴力 还有的只剩下颓废 故事的男主有两个 铁熊和金田 在深夜中 两人又在大街上和小手挡比赛摩托 铁熊是重人速度中最快的 于是他撞到了一个小男孩而身受重伤 那个小男孩长相有些仓道 准确地说是铁熊撞到了小男孩 身前那层砍不见的防护罩 混乱的场景让金田他们有些惊慌 但是随后军队就突然来到现场 金田想不通只是飙车 不应该惊动军方才对 谁知道他们的目标是那个仓道的小男孩 以及铁熊 没有给金田保护朋友的机会 铁熊就被军方直接带走 而他们也被当地警方给带走 做迷路 在这里的人即便冲刺在暴力之中 但却是希望能有一个救世主来挽救他们 所以拼命阿基拉就是这个故事 所谓的救世主 只不过阿基拉是谁没有人知道 你目前给的解释 是军方秘密研究的产部 实验的方式是通过刺激人体大脑 来挖掘人体中的无限可能 试图找到一个超多人类的新人类 来引导日本走向辉煌 之所以带走铁熊 是博士发现铁熊体内的能量波动 特别奇怪 他们已经暗中实验了无数次 试图创造出真正的阿基拉 只可惜目前只创造出了三个残次品 其中一个就是之前铁熊撞到了老男孩 而这些残次品虽然获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超能力 可是用多了却是在透支生命 1988年的爆炸 其实就是跟这场实验 有着密切的联系 即便吃过一次那么大的亏 可是博士对于绝对力量的崇拜却从未衰减 博士另外也可以给铁熊使用七级药物 但是军方上校却有些犹豫 虽然突破人类自我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 但是最终目的说白一点 无非就是想利用这个新人类来办事 可如果控制不了这个新人类阿基拉 那又该如何解决 可是实验已经在秘密进行 所以上校目前也只是担忧 可是一只铁熊却偷偷地从实验室中溜了出来 然后找到了自己女友相知 而今年他们也才刚刚从警察局中被放了出来 今天是飞车党的老大 铁熊是他的跟班 其实两人的性格在故事一开始就有了清晰的描述 铁熊这个人是典型的自卑人格 今天一直都对自己的小弟很是照顾 那辆红色的摩托是一辆特别稀有的摩托 所以铁熊总是会偷偷地骑上去 然后进行幻想 而今年看到后会让铁熊去试试看 今年的侯一在铁熊眼中就变成了炫耀 所以他这次逃出来后 在知道自己大脑被人改造后 那份自卑心里让他彻底设访了自我 所以他带着女友相知 偷走了红色摩托出逃 不过却在半路上被小手党看到 而被追逐 因为铁熊之前做人有些狂妄 所以小手党的人在抓到他后也并不客气 今年在被放出来后看到摩托丢失便开始寻找 然后在关键时刻赶到铁熊遇难现场救下了他 可糟糕的是铁熊被救了并不开心 他总认为今天就是在看不起他 于是没有显现就有愤怒 但是在离开的时候铁熊突然脑瓜很疼 他掉落了深渊险些摔死 但最后却又一次被军方控制而陷入了昏迷 并且重新带回了研究所中关了起来 而之前讲过的三个残词病小孩 其中一个女孩可以预知未来 她在梦中梦到的铁熊会觉醒阿吉拉之地 那个时候世界就会被毁灭 于是上一次铁熊被关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试图吓一下铁熊 控制玩偶让铁熊丑态毕露 可好笑的是铁熊的脚不小心踩到玻璃渣出血 没有杀人经验的三个小孩反而被吓了一跳 但铁熊却感觉自己被人小瞧了 愤怒似乎是家属体内超能力觉醒的关键 于是铁熊在这一次又被带入研究所后 能力就又一次得到了激发 这一次剧方根本没办法控制铁熊了 他的能力特别可怕 根本无法用常理来描述 而那三个残词病的老小孩根本就打不过铁熊 因为先前那自卑的心理 所以在获得强大力量的同时 铁熊逐渐迷失了自我 开始沉醉于九股力量带来的快感 很快今年就通过残词病女孩的告知 赶往实验室试图通过赶化 来让铁熊走上正途 可是长期的充斥暴力的环境成长 铁熊在见到金田后并不是开心 并不是激动 而是迫不及待的邪迈自己得到了超能力 最糟糕的是对着金田恶言嘲讽 认为金田也不过如此 他再也不需要被人救了 现在轮到金田开口求他了 铁熊的觉醒是朝着完美的方向前进 但是在每一次觉醒力量的过程 一个不穿衣服的男子 他也多少明白这股力量 他还没有被自己掌控 为了了解当年被封印的阿基达 铁熊从残词病女孩口中 得知了阿基达就在奥林匹克馆的地下 于是就立刻前往那里丢下了金田 金田被上校他们抓到了监狱 在这里 金田和反抗失利的女孩阿婷 进行了一场交流 这场交流可以说是整个影片的核心所在 在故事结尾会细细将现 铁熊很快就来到了奥林匹克体育馆 他想看看所谓的阿基达究竟有多强 只要打败了他 是不是就会证明自己是最强的 那样就不会再出现阿基达这个名字 能门口中的阿基达就会变成铁熊 而在未来体育馆的途中 他杀了自己的朋友 能门再见到他一路移压到新的实地进行毁灭 心中竟然产生了向往 能门铁熊就是所谓的神明 而事实上确实如此 因为铁熊在找到28号实验仓后 发现能门口中的阿基达在之前就已经被解体 只剩下一个大脑被冷冻睡眠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铁熊 他更加被这股力量冲昏的头脑 认为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绝对的神 可谁知 今天却在这个节骨眼里出现 本来狂妄的铁熊顿时变得冷静 他不是想通了 而是有恃无恐 他在路上杀人放火毁灭城市 其实就会想证明自己 更准确的说法是想证明给铁熊看 可是铁熊了解铁熊的为人 一下子就戳穿了他的用意 铁熊发现今天在面对自己这无敌的状态 还那么瞧不起自己 所以就想好好教他做人一下 犹如猫气导鼠 今天根本就不是对手 军方发现竟然无法控制住铁熊 于是就打算毁掉他 宇宙中的超级射线瞄准了铁熊 可是如此强大的武器 却只是让铁熊没掉了一条手臂 愤怒的铁熊一下子冲到外太空 将卫星给毁掉 结果在这个时候 似乎是因为愤怒又一次进化 他断掉了手臂 竟然展出了一条机械手臂 而进化所带来的痛苦 让他一个人待在体育馆内 没有人来看望 但拥有相知却不惧怕铁熊 看着痛苦的铁熊表现得很着急 很快 这份超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进化 慢慢的 已经不是铁熊自己能够控制的 于是 这份力量当着相知的面开始失控 上轿在这个时候赶来 想要帮助铁熊 可是 铁熊知道如果听从他们 这份力量就会被遏制 要么就是被他们掌控 所以即便失控也绝不服从 终于 这股力量还是失控了 铁熊一路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膨胀 在这种恐怖的情况下 铁熊开始害怕了 他不自然地说出 今天 救救我 而这膨胀的肉体似乎在无限增长 他要吞噬掉整个世界 那三个残测品的孩子 通过努力召唤出了真正的阿基达 阿基达用股力量转移到铁熊 铁熊想要保护他 奋不过身地跳进了光圈 三个残测品孩子 也跳进去 想要救今天 全部看在眼中 而那些实验而死的孩子 也逐渐在这里 就连弹最为成功 甚至可以理解为是 飞升的阿基达也在这里 当梦境变为现实 整个新东京 又一次变成了废墟 2020年的奥运会又降延迟 而灾难后的东京 在阳光穿透迷雾后 降临到了被黑暗笼罩的城市 这个地方 似乎又一次充满了希望 故事结束 这部动画电影究竟有多牛逼呢 它被评为全世界英式 而是部最佳科幻片之一 要照在这20部中 只有阿基达一部动画电影 都说韩国电影韩国动画 敢拍敢说 各种黑暗内幕 只要现实有 那么它就敢拍 可是日本电影 日本动画的除了敢拍之外 它更多的时期进行 更深层次的剖析 在这里 最常见的就是探讨 关于生与死 暴力与未来 这个方向 阿基达的诞生 新影片的核心主题 远远领先 那个时代 表面是一个中俄少年 觉醒超能力 试图统治世界 但是这却能引出另一个问题 也就是今天的监狱和反抗组织 阿婷的对话内容 远远究竟该不该去追寻 自身无法掌控的力量 而这个问题还不够深奥 因为在阿基达里 他想问的是 一个凡能如果拥有了超能力以后 他该如何去做 像钢铁侠一样 凡能之躯比肩神明吗 又或者是想问你 当一份力量超过了 目前心智所能控制的情况 这个人又会做出什么事情 远远总是喜欢朝着未知的领域探索 即便吃过亏 似乎以为在过段时间 就好了伤疤 而影片中一直讲述到 铁熊的超能力进化 有点像超体 这部百分百进化 左右化于虚无 是非生了 还是死亡 还是到了更深层次的文明 没有人知道 铁熊究竟被内树光 带到了哪里去 但这却可以知道 进化的核心 似乎是愤怒 愤怒会给人带来短暂的力量 失去控制的生物 肯定比保持理性 来得凶猛 但这却也会有副作用 就是无法掌控 短暂增幅的力量 而故事结尾的毁灭 化为废墟 更是接入着所谓的救赎 竟要以灾难的代价降临 就像很多电影动画 你会看到有人试图毁灭所有人类 然后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国度 这个方法显得有些病态 和从某种角度来说 那些被欲望迷失自我的人类 那些被生活摧残的放弃生活的人类等等 他们真的值得被救赎吗 似乎如果想让他们清醒 想让他们重温希望 只有鬼灵 因为没有人可以做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糟糕的世界毁掉后 再重来就醒了 于是商俏这个人设就显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他就是那个想要保护这个糟糕环境的人 即便现实充满着腐败不公等等 可他也要去保护这些人类 因为这是职者所在 这个世界早已被一张大网笼罩 没有人可以逃出其中 想让网上世界变得美好 不可能 只靠个人就能办到 最后 再说说一个我从没有提及的角色 小胡子 他是反抗组织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只想要军方又在秘密实验 所以想要找到证据向市民公布真相 以防止当年的悲剧再次发生 只可惜的是 这个勇士却死于暗中支持自己的政客 而更可笑的是 作为研究相对成功的铁熊 在无法被控制的情况下 竟然成为了市民所追求的神 如果铁熊的能力换给了金田 大概率是会守护世界 那么小胡子想要曝光 军方秘密研究的举动 估计就是一个错误 毕竟市民才不管小胡子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只认为小胡子 是在阻止神的诞生 但是小胡子只是在担心 人类追求强大的一样时 所可能遇到的危险 这个角色真的充满了讽刺意味 阿基亚这位作品的强大 还远远不止这些 说到是地表最强 无法复刻的最强神作 完全不过分 如果你拿宫崎俊 新海城这类导演来做对比 就显得有些草率了 因为如果光拿高度来说 即便是强弱宫崎俊 我个人认为也没有阿基亚强大 但是在宫崎俊擅长的方面 也就是对生活要充满向往的描述 在这个领域宫崎俊绝对是第一人 2020年东京奥运会 在1988年就被预测 虽然灾难并没有被预测到 但却也是预测到的延迟 不得不说 这绝对是一个神预言 我是少年 一位命令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